我嗅也嗅 你嗅嗅嗅嗅 好濕啊 Felix你 你家都好濕啊 什麼啊 Hello大家好我是小白 哇說前陣子去D2Place 去擺檔的時候 我走了那裡有一間 專賣日本東西的店 不知道是什麼店 然後我在裡面找到這四包東西 這四包東西看那個包裝 其實分別不大 它的箱標就是寫著 繩神濕紙巾 那我看到它明明就全部差不多 不明白為什麼要分這麼多包裝 所以我就一次過買了四包回來 每一包25港幣 那有一個就特別一點 這一個就說放在口罩裡面使用 所以今天我都準備了口罩 這個口罩呢 我知道是在日本買的 但是它是有香味的 所以我怕有一點影響 不要緊啦我只有這個口罩 這兩個是extra的 它寫著 但是那個呢 有這個有軚盆的 就算是沒有extra 不知道關不關事呢 這個有 warning 是說激烈的刺激 這應該是很激烈的刺激感 給它的臉 那可能這個是最厲害的 那這個就是最弱的 我們排了這個強烈度 就先試試最弱的 它還要有覺悟才好用 怎麼辦 我沒有覺悟 其實今天有一個人 同樣沒有覺悟的 他還不怕弄 你不要這樣對他 他說他要剪片的 我們待會來幫他 讓他聰明一點可以剪 好了 我們一於先試了這個 最普通的 它聞起來很爽 好薄啊 好河啊 它拔下去是一大塊濕紙巾 我化妝了 我不用了 交給你用吧 蛤? 要不是你會說我找你做什麼 對呀 他化妝了 真的很薄河啊 你經常抹全面 但是避開眼睛 我覺得不可以擦到眼睛 等等 我給你一些問題 我手指這裡脫了皮很辣 博不博河啊? 省不省神啊? 這個位置很棒 不是我覺得 不行 閉上眼睛 真的嘗嘗 最全面的效果我們嘗嘗 怎樣怎樣 那你覺得特別省神啊? 捉他出來 令他整個臉很爽 你現在是舒服的 舒服的 沒有over的 真的有用啊 可以了 停止再抹了 我們用第二張 我們用第二張 喂 有些不同 它是薄一點 和細快一點 聞起來厲害了 它的酒精味比較重 這套 只聞真的很厲害 空鼻塞一流 我告訴你 怎樣? 感覺散了沒有? 沒有 哪有這麼快 這麼快的話就沒用了 我們剪片有用啊 這東西真的是 對呀 我就是想買來貨 Felix經常都在早上剪片 剪得很累很睏 有時候我就會教身體時鐘 所以我要硬頂 這些時候就有用了 所以我就特地買來貨這樣用 我可以啊 不用喝那麼多咖啡就變得了 雖然不知道對皮膚好不好 但我覺得好過你長期喝咖啡 我怕皮膚敏感的那些未必用得了 那當然啦 這個我聞都聞 這個我聞都聞到很大不走心味 皮膚敏感 皮膚敏感的人不要用 如果這個是五分效果的話 這個是多少分效果? 我猜七八度 應該還未累到十公斤 它拉到那五線片 你覺得這個是超過的嗎? 哈哈哈哈 不了 那最後啦 最後這個 等等我沒什麼覺悟 我現在在痛 咦?它這個也寫著強烈爽快感 要有覺悟才好用 這個時候先休息一下吧 我來試用這個口罩版 那是怎樣? 那個是抹在口罩上 我覺得它是...等等 它說它會附屬的口罩 最好的附屬口罩呢? 沒有啊 它是有附屬口罩的 但是我買的時候不覺得有 它放進去用的那些 那沒辦法了 我們就買的時候不覺得有口罩在旁邊 我買了這個口罩很貴 我想說 它只有四個而已 而且它是給女生用的 所以它是小一點的 好香啊它本身那一隻 它本身那一隻是玫瑰味來的 但是真的很貴 好香啊 如果我病了 戴這種口罩一定出街心情也好一點 好薄啊 你最長期吸住它 你有什麼感覺? 我覺得應該要調轉 先...我覺得它放在外面 好舒服啊 那隻薄荷糖 是好吃的薄荷糖的味道 除了精神之外 我覺得它通鼻塞質一流 不過我比較建議用濕紙巾 多於用口罩 雖然這一種是長期的 放在這裡給你提神 但是如果你夏天用這些很不舒服 而且它還要買專屬的口罩套 沒有那麼方便 成本都高一點 為什麼呢? 我被它拿完之後呢 我想睡覺了 還有呢 很乾 因為它有薄荷和酒精 酒精會抽乾皮膚的水分 好了 最後一塊最強 跟第二塊的尺寸和網狀差不多 第一塊是它的密度是最高的 它在表面上是看不到的孔孔的 而這隻呢 表面上是看到的孔孔的 嘩... 我來遠遠都能聞到耶 你閉氣我抹的時候 不要把酒精都吸掉 不過我覺得它設計成這樣 抹完會乾呢 它是想給你一種清爽一點的感覺 讓你覺得精神一點 5分?7分?多少分? 12分? 12分? 這就是大家想12分精神喔 好吧 你快點去洗臉吧 我怕你發臉受不了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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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多眼淚嗎? 真的有 很紅了 你快點去洗臉吧 快點快點快點 各位小朋友不要學啊 不要連續使用三塊 剛剛呢 我們發現Billy的房間鎖了門 於是我就敲了門 叫她開門 然後問她 你不是要剪片嗎 她說不剪了 我要睡 但是這麼善良的 我們又有什麼可能就這樣讓她睡呢 好恐怖啊 Billy啊 Billy啊 我沒有反應啊 Billy 她沒有反應啊 放電腦在這裡說要剪片 然後看鹹片睡著了 好濕啊 好濕啊 Felix 你 你加到我好濕啊 什麼啊 其實她已經清醒了 大家要知道Billy是非常難叫醒的人 我覺得 都算挺成功 她的功用不是要讓睡的人醒 她的功用是要把想醒的人弄醒的 也是的 剛剛睡了一會兒 應該很累 但是她突然間可以喊到這樣 也算成功的 但是效果沒那麼爆 沒被想像中那麼爆 沒被想像中那麼爆 我覺得這次我們買這四樣的實驗 非常成功 是有用的 但是 大家就千萬不要像Felix這樣 一年用三塊抹了 我已經幫她敷... 不是 抹了一些保濕液 抹了她的皮膚 會不會舒服一點 我想說她的嘴巴 邊邊位和臉盒都紅了 就是她有點刺激過度 所以各位千萬不要放效 一次用一張就好了 就算要用也好 之後一定要洗臉保濕 我覺得單用沒問題 剛剛這件事 用到一包也是 所以一定要保濕 這次這條影片就完了 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在下面按一個like 記得訂閱我 Felix 還有那邊在睡覺的Billy 其實不是在prank我嗎? 不是啊 要我假裝prank她 其實是在prank我 不是啦 OK 好啦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 拜拜 各位小笨蛋 拜拜 大笨蛋 reduction 這樣 discours 如果是 這個把某家族 每週間 都保贈 這個 Ta-哪裡 這是